谢太太 来了 谢太太你好 你们好 进来坐 好 真没想到你会亲自来 是啊 确实就这么来了 感觉有些唐突 但是呢 料理是说 还是想跟您聊一聊啊 关于您和您儿子 上节目调解的事情 坐吧 我可以 我可以看看您的照片吗 随意 好的好的 什么流氓 你们追到我家来 就是为了让我成为 全世界的笑柄吗 您误会了 谢太太 您上我们的节目呢 或许能成为 您跟您儿子沟通的 一种有效方式 沟通 妈妈一岁开始 我就辞职在家做个全职妈妈 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她身上 她吃饭 睡觉 大小便 她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我交叉的 我们母子之间的沟通 还不够多吗 我觉得 作为母亲 你肯定为自己的孩子 付出了很多 我们也只是 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已 那你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是让我当初跟她道歉吗 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 当然 谢太太 可以借用您家的洗手间吗 就在那儿 好 谢谢 刘律师 您有孩子吗 没有 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疼的 我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我看过很多育儿的书 书上都写着 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朋友 你要平等地去对待 我觉得参加节目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这样也可以当很多人的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跟孩子 彼此最真实的想法 可你有没有想过 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可自己的孩子你能选择吗 朋友你不用为他的前途负责 可孩子你敢不负责吗 毛毛今年九岁 我至少还要再抚养他九年 如果他今天让我当众道歉 我做了 那他接下来做什么 我是不是都得答应 那我以后还怎么教他呢 廖律师 只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才能明白我现在的感受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有道理 打扰了 他走了 走了 不好意思啊 夏太太 是这样子的 我身边呢 其实也有很多女性朋友 她们也是放弃了自己 蒸蒸日上的事业 甘愿在家里当全职妈妈 所以我很理解你啊 你的压力很大 你为这个家里付出了很多很多 您特别地辛苦 刚才那个小律师 也不知道对您说了什么 如果哪句话冒犯了您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他还说出出茅庐 不 不太懂事 别跟他一般见识 其实咱们这个节目啊很简单 宗旨只有一个 就是调节 至于是上节目调节 还是我们私下调节 那无非就是一个形式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再想一想 好不好 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之后我回电话联系你 好 打扰了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这来这儿的时候说得好好的啊 我别怕 有你的 这怎么上去了之后 就变成我有话要跟他说了 你自己闪的呢 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你这计划是因为什么变化的呢 来 你有没有看到啊 他那些书桌上面摆的那些什么 听课证啊 橱窗里的那些奖状啊 还有他家摆的那些乐器啊 萨克斯啊 各种 我就会觉得 怎么说呢 都很压抑 我觉得我之前想的那一套 可能要变一变 那你变了 是不是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啊 你这么说呢 也对 但是呢 毛毛现在是未成年人 他的监护人呢 是他妈妈 如果他妈妈不同意 他自己也不能 跑到电视台去上节目的 所以解决毛毛这件事情 还是有困难的 你刚才 一进他家门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特别的 怎么说 特别的沉重 不管是他家的家具也好 还有整个光线也好 所以 我为什么突然要去上厕所 我真的觉得有点 喘不上气了 我就觉得吧 毛毛真是可怜 她的那些节假日和空闲时间 肯定都被那些辅导班啊 各种的课外兴趣小组啊 所占满了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空间 所以啊 她要来找我们呢 她要来找我们求助啊 其实毛毛不容易啊 现在想想她妈妈也不容易 名牌大学毕业了 我刚才看到 她是保险公司中程企业的领导 还拿过奖呢 她生下毛毛之后 就把这一切全都放弃了 专职做一个家庭太太 她放弃了所有 全都扑到这个孩子身上 虽然是方法过激了一点 但我觉得她还是出于爱的 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 这是她自己一厢情愿 要为毛毛做的事情 就像毛毛说的 她根本就没有要求她妈妈 为她做这些 她从来没有考虑过毛毛想要什么 不是 阳光 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事 不是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给予她生命吗 那你说她辛辛苦苦把孩子生下来了 并且对她负责任了 虽然说这个方式方法是过激了一点 但是她没错呀 她是出于爱的 真的没错吗 对于儿子来说 那母亲什么错不能原谅 在你律师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你觉得天下所有的 只要她叫妈妈 她肯定对自己的儿子就是爱 她不管做什么都是爱 她哪怕做出了有一些什么 丧情天良的事情 那都是因为出于爱 都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概括是吗 阳光啊 天底下没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没有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当初第一次见面 我记得是你过来送律师海呢 我在跟你说毛毛和她妈妈的事 我就是在说毛毛跟妈妈的事 我没有设计其他 你自己心里的结 还是得自己结 你自己心里的结 还是得自己结 我还问你 你不 бо的 我看你他们的孩子 那么一点 那些孩子 你只是试大 你能不能拍下 我一个人 有一些筒 站开 来 来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怎么又回来了 又打扰您了 对 进来坐 没事没事 我就在这里说就好了 你说 刚才看到你的桌子上有一本 张文老师的书 你也知道张文老师 是 听说过 张文老师培养了一个天才儿子 而且还和儿子保持着良好的亲子关系 是我们这帮妈妈的榜样 不知道你今天晚上 会不会去听她的课 对 就是今天晚上去 她人特好 她开了一家咖啡厅 就是为了让我们这帮妈妈 有个集中咨询的地方 我跟毛毛的事情 我也想找她咨询一下 理解 理解 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一个小要求 你说 秦京啊 这有个事儿 然后咱俩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跟修哥说 出什么事了 这不是咱们这工作室的租金吗 之前一直是癌姐帮咱们支付的 现在癌姐跟房东解除合同 房东说 让咱们赶紧把房租交上 要不然咱们就会被赶出去 那没关系 老板自己就能交上 房东可说了 以此交一年的 这一年可是二十万呀 二十万 凭什么呀 人家小院都是这么租的 那老板他自己交不上吗 这修哥从来是有一个钱 花两个 几乎没什么积蓄 再说了 还有这水电费 器材 损耗 咱俩的工资啥的 你算算 这得多少钱啊 这最糟糕的是 修哥最近肯定是接不到什么活了 那怎么办呀 静静 你是癌姐介绍过来的 要不 你去找癌姐 说说 可是我并不认识癌姐呀 好 你肯定有去到能跟癌姐联系上 你去问问 说说 求求她 谁也不用求 搬家 放个便宜点的房子 好 修哥 咱们工作室一定要体面一些呀 要不然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上咱们这来呢 谁跟你说的便宜的房子就不体面呀 再说了 我好像没有请他们来吧 三天 你能帮我找到好房子吗 房子要好 但不能太贵 我这些年的积蓄 都买了一些器材了 好 没问题 我马上去办 爸爸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是不是身体还不舒服 别的事 是不是满脑子都是杨光的形象 我今天跟杨光出去聊 谁跟谁先表白的 你在 杨光 你想啥呢爸爸 我跟他今天一起去见了一个 当事人 一起工作 共同进退 这就是一段 情感的最好开端 我们俩 今天去解决了一场 母子之间的矛盾 哎呦 这好像是触碰到了杨光的痛点 何止是戳痛的痛点 你知道吗 就我们俩人之间 只要但凡提到母亲 就肯定会不欢而散 那为什么要提呢 那这问题 你总得去解决啊 他也不能老实逃避啊 这是他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他想什么时候解决 怎么解决 你就随他去嘛 你不要老实去提 跟他提这个问题 对 你爸说得对 汪汪 在你心里 你是不是觉得 杨光母亲的事 是横在你和她之间的隐情障碍 一天不解决 一天你俩就不能正常的恋爱啊 什么恋爱 哪有那么苦